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測試 原理其實是一個實時定量的聚合煤鏈反應 英文叫做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我們選擇病毒的基因某些段落 然後用PCR方法放大 然後用螢光的探針去量度結果 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測試 其實有兩種樣本可以選擇 第一,我們叫病人留一個心喉的口水 病人早上起了身,沒人擦牙,沒人喝東西之前就要採 做法就是叫病人做一個喉嚨 喉嚨一聲,然後將喉嚨叮 那些口水流出來 這個就是適用於悶診,即是階症的病人 因為它比較方便 第二,我們就可以拿一個鼻煙,加上一個喉嚨的樣本 兩支棒就放在同一個試劑那裡,送去化驗室 這個就是適用於住院的病人 如果醫生是真的很懷疑它是新型冠狀病毒 其實最好都是用一個鼻煙加一個喉嚨的樣本 來做測試 因為這個是敏感度比較高的 我們大家要留意,我們那個樣本一定要拿得好 就是你拿鼻煙的一定要入到鼻煙 而拿喉嚨的一定要到喉嚨那裡 如果不是你拿不到病毒 那你的測試就會出現一個所謂叫假陰性的情況 也都有其他可能的 第一,若你的病毒只是一個肺 而你是拿上呼吸道的標本 那也會出現假陰性 第二,就是那個時間性的問題 若那個病人是在一個早期的潛伏期 在空窗期那裡 即使他受到感染 你亦都拿不到病毒 realtime quality PCR 那個精髓就是用一個叫佛植 即是flash hold cycle 來判斷它是陽性或者陰性的 簡單來說,若那個佛植是短的 即是表示這個信號很強的 這個標本就肯定是陽性了 但若然佛植是比較長的 它是比較弱的 反應 我們便會判為 叫做弱陽性 不過 若然佛植是去了陰性的範圍 即使有少少訊號 我們都應該判為陰性 若不是 我們便會出現一個叫做假陽性的情況 這個問題 暫時未有一個確實的答案 不過在病理學的角度來講 我想到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其實那些病人 他不是一個reinfection 而他本身的病毒都是未清的 他在身體那裡 不過你只不過是驗不到 其實這些是一個recurrent 或者relapse 即是復發來的 第二個可能就是 那個病人真的好起來了 但問題是 它的抗體跌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它便喪失了免疫能力 所以它便有一個真正的第二次感染的風險 養和同理,齊防疫 現在oup seller 把牧羊壓描 bund大 你們可以炒在一陣 política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